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四川特色的豆豉辣椒酱 平时拿来蒸鱼 蒸牛肉 炒菜吃的话香 先放到清水里面清洗干净 把八倍全部给它灭掉 顶刀给它先切碎 最好的话是用一个木盆 然后用炸刀在盆里面炸 这就是以前的老传统 拿那个左盆木头的 全部切完过后用刀在上面这样炸就行了 这个剁辣椒的话就不需要载来太细 像现在这样子比较有颗粒感就可以了 姜蒜的话稍微多一点 放到里面是增香的 全部一起来载碎 都给它配一下之后先切碎 再来用刀给它炸碎 姜蒜的话就稍微要炸来 比剁椒要细一点才更加的有味道 放到一起再来一包太活豆豉 今天我们用的豆豉就是这一款成都的太活豆豉 百年老字号品牌 做川菜的话必备像你炒回锅肉 盐煎肉麻婆豆腐等等 放上一点整道菜的香味和口感就会提升很多 现在正在搞活动哈 9块9到手像我手里面的这样子5包 每一包的话是100克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视频下方链接 直接去购买就行的 它呢可以说是我们川菜厨房里面必备的一个调料哈 这样子5包基本上够吃个大半年的量了 加一勺盐 糖 鸡精 再来点高度白酒 用筷子给它活转活转的 一定要给它多活一下哈 才能够让它的味道活均匀 保证辣椒不坏 准备像这样子的玻璃罐 全部装到罐子里 一罐已经装满了 把盖子给它扛起来 咱们今天的豆豉剁椒酱就算做好了哈 这个方法真的是超级的简单 人人都能够学费 这样做好过后 咱们让它腌制个7天之后就可以用来做菜了 像剁椒鱼头 剁椒牛肉 或者是剁椒鱼等等 先炒一下 然后再来蘸 口感超级的香哈 喜欢吃剁椒酱的朋友 可以收藏着有时间的时候 咱们自己试着去告一行 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过了 好帅啊 那天奔死该说分分头啊 这么小就给他说一个分分头 老板干的坏事 呵呵呵 只要是吃对饭头发打湿了 全是汗水 谢谢啊 谢谢啊 Thinking всем 床